昆丁導演差一點 插死一位女演員 下一個呢 發生意外的演員 差一點死於闖戲 Oh my God 就這樣掛在空中直到失去意識 因為他開著卡車突然煞車失靈 結果竟然連人帶車 一起從七層樓的高度 衝進海裡 Holy Sherry 哈囉大家好 我是Sherry 很多人看到演員呢 在電影裡面就是 背個台詞啊 演個戲啊 流個幾滴眼淚就可以賺很多錢 是不是覺得很羨慕呢 但是呢 其實演員也算是一種 因為呢 有時候他們為了畫面 不得不親自去拍那些很危險 又很致命的鏡頭 但是呢 如果在拍攝的時候 工作人員有一個不注意 或者是演員一個失誤 就喪命了喔 所以呢 今天來的Holy Sherry 就是為拍戲而差點死掉的演員 當演員真的不是你想要這麼簡單啦 說什麼啊 那在影片之前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也可以去聽John的Podcast頻道 就這樣我的最新節目 我真的不想工作了 那第一個呢 要來講的就是 無人不知 無人不曉的天王劉德華 沒錯 就連天王也曾經跟死神插肩而過啊 就在2017年1月的時候 劉德華在泰國拍攝一個飲料的廣告 他在裡面扮演一個騎著馬的西部牛仔 不過呢 不知為何那匹馬突然就失控了 直接把劉德華摔下馬背 還用馬蹄踩爆他的骨盆 馬蹄耶 超硬的 而且馬的力氣真的很大 馬的力氣很大 怎麼那麼麻煩的話啊 他這個墜馬的意外造成他全身多處嚴重骨折 還有肌肉撕裂傷 當天也緊急搭醫療專機返回香港治療 雖然說很慶幸的沒有傷到脊椎 但是全身也還是會感到劇烈的疼痛 聽說在接受治療的時候 還一度一天得吃八顆止痛藥才可以舒緩 而且也無法下床 只能靠著尿帶排尿 那劉德華在醫院修了兩個月之後呢 他每天都訓練用手的力氣 支撐自己從床上坐到輪椅上 然後再自己去上廁所 真的是很努力的在復健 而就在第三個月的時候 劉德華就PO出了他組著拐杖 站著的照片 真的是復原神速啊 那除了劉德華之外 還有一位演員 也是因為摔馬插點領便當 在強尼代普拍攝獨行俠的時候 有一幕就是他騎著快馬的畫面 但是因為馬鞍突然鬆掉了 他就整個人掛在側面 然後因為馬跑得太快 所以強尼代普就整個人摔下去 好險他只有輕微擦傷 也沒有被馬踩到 只有尾椎有點撞到地上而已 而且摔馬之後 還可以跟工作人員有說有笑 真的是好在家在啊 -Oh my God 下一個呢 發生意外的演員 差一點死於床戲 Oh my God 荷莉貝瑞在拍007 《誰與針鋒》的時候 有一幕是他跟007在床上 然後為了要耍性感 所以就吃了無花果誘惑007 結果呢 殊不知 無花果直接卡在荷莉貝瑞的喉嚨 讓他差點被噎死 幸好皮爾斯 布洛斯男馬上就用了 哈姆利克法救了他一命 不知道他是不是因為被這件事情嚇到 所以就不言007了 那時候呢 荷莉貝瑞也開玩笑說 我非常確定007 會用哈姆利克法救人 然後也表示 對皮爾斯當時即時的救援 感到非常的感激 - 摩批嗎? - 哈姆利克法救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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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下一位就是因為追殺比爾 和黑色追氣令爆紅的烏馬舒曼 這個意外的畫面真的是超級驚悚的 當時在拍攝追殺比爾2的時候 因為導演昆丁要求他親自駕駛一輛 有點問題的敞篷車 而且為了要有開很快的感覺 導演還說至少要超過60公里的時速開車 這樣頭髮才會飛來飛去 營造刺激的感覺 雖然烏馬舒曼當時有要求請替身來 但是導演卻對他怒吼說 不要浪費大家的時間 這條路很直 而且車子也沒問題 所以烏馬舒曼不得已只好自己上陣 但是呢 甚也沒想到看似很直的道路 其實是崎嶇不平的 再加上車子本身就有點問題 所以烏馬舒曼就高速撞上了的樹幹 發生了嚴重的車禍 他整個人的頸椎往後彎曲 並撞到後方 而且車身的前半部也壓住他的膝蓋 然後方向盤還卡住他的腹部跟腿 那這場車禍不僅讓他的頸椎 還有膝蓋留下永久的傷害 還有造成他有 那車禍之後呢 他請律師要求電影公司 提供當時車禍的影片 那這電影公司卻要求他要簽署 放棄索取日後賠償的文件 那也因為烏馬舒曼不願意簽名 所以就一直沒有拿到 當下出車禍的影片 還因此跟導演還有電影商鬧翻 直到15年過後 昆丁導演才給了他這個檔案 而烏馬舒曼也將這段影片PO上網 但他卻沒有指責導演的意思 因為他覺得昆丁導演知道這段影片公開後 會對他的形象造成傷害 但過了15年之後他還是交出來了 所以烏馬舒曼也很仁慈的 將這支影片的公開視為昆丁的贖罪 選擇在多年之後原諒他 下一個我覺得超級可怕 也是跟昆丁導演有關係 就是在拍布萊德比特主演的 惡棍特攻的時候 昆丁導演差一點掐死一位女演員 電影中有一幕是猶太獵人 在幫一個女明星穿上鞋子之後 意外發現他就是英國的雙面間諜 所以就直接鋪上去想要把他掐死 但是這時昆丁導演希望 這個被掐死的畫面可以真實一點 所以昆丁導演就自己穿上了 猶太獵人的外套 然後親自上陣掐這位女演員 所以我們在電影裡面看到的這雙手 就是導演本人的手喔 而在開拍的時候 其實導演有跟戴安說 他會掐住他的脖子 直到拍到真實的面部表情之後 就會放手 結果很相信導演的戴安就爽快來說 當然沒問題啊 不過呢 因為導演掐住演員脖子的時間 實在是太久了 所以最後害這位演員 直接在現場被導演掐昏 演員真的是把命交到導演的手上 可是不得不說 這個昆丁導演真的是求好心切 他為了要拍出比較真實一點的畫面 然後就要求演員要這樣博命演出 要是我就不敢 呵呵 我就小孬孬啊 那接下來這一位 也是因為演戲而失去意識的演員 這位演員就是演回到未來的主角 米高福克斯 在拍回到未來第三集的某個片段 有一幕是他被繩子綁住懸吊起來的場景 那當時米高福克斯 為了想要給觀眾逼真感 所以決定親自上陣 結果呢 殊不知他的手放錯位置 所以掛在空中的時候 是真的吸不到氣 也沒有辦法求救 再加上沒有任何物體 可以支撐他的雙腿 所以他整個人就這樣掛在空中 直到失去意識 就當所有人以為他在演戲的時候 只有導演覺得不太對勁 趕快把繩子砍斷 才幫他撿回一命 不過因為事後導演跟米高福克斯 覺得這段畫面真的是很真實 所以就決定保留在正片裡面了 就是我們看到的這一段 那接下來是 喜維斯·史特隆 在演出洛基斯天下無敵的時候 有一幕是他跟另外一個演員對打的片段 一樣就是為了想要真實感 所以喜維斯·史特隆 請另外一個演員狠狠的打他 結果沒想到對方還真的是 是死命的揍了他一拳 然後史特隆就這樣子一拳被擊倒在地上 然後就被送進醫院住了九天 而且當時醫生還說 看起來就像被車撞到一樣啊 我覺得拍這種一看就知道會受傷的動作片 真的是要多注意安全欸 不然就這樣一拳 然後就癱瘓了怎麼辦 下一位是飾演飢餓遊戲的珍妮佛勞倫斯 他在拍飢餓遊戲的時候 有一幕是要從一個充滿煙霧的隧道跑出來 但是因為煙霧機發生故障 產生了太多煙霧 導致珍妮佛勞倫斯 直接在隧道裡面吸不到空氣 差一點因為窒息而領便當 接著也是跟煙霧有關的一件意外 就是在拍攝綠野先宗的時候 電影團隊在現場設置了一個爆破點 目的是為了要產生煙霧 讓女巫躲進藏在裝置後面的門板 以達到在煙霧裡消失的畫面 而飾演綠蓮女巫的瑪格麗特 因為臉上的妝對火花特別敏感 所以就當他靠近門板的時候 門板還沒有打開 然後就導致他整個人被燒成了巨大的火球 造成臉部還有手部有嚴重的灼傷 那下一個意外是發生在出神入化的這部電影裡面 艾拉費雪在這裡面飾演一個擅長逃脫術的舞台魔術師 有一幕場景就是他把自己困在鐵鏈中 然後跳入水箱要表演掙脫術 那這時候呢劇組就很認真的拍攝他各種呼救的畫面 就當大家以為他的演技很好的時候 只有旁邊的替身覺得很不對勁 覺得他好像真的是在求救 所以替身就趕快用隱藏的開關幫他把鐵鏈打開 讓他在溺水之前趕快自己游上來吸氣 那接下來的意外是一場交通事故 喬瑟夫高登里維在超級快遞裡面 飾演全紐約最快的自行車快遞 在電影裡面就是會出現各種腳踏車版的玩命關頭畫面 那就在拍攝的過程中 他因為一個不小心就撞上了計程車的擋風玻璃 而且還把整片擋風玻璃都撞碎了 然後自己的手臂上也血流不止嚇壞了現場所有人 下一個也是因為拍片而差點溺水的意外 凱特溫斯雷在拍鐵達尼號的時候 有一幕是他跟尼奧納多一起逃脫被鑄水的船艙的片段 結果凱特溫斯雷的外套意外的被勾住 讓他整個人被淹沒在水裡無法呼吸 好險工作人員有及時發現他沒有浮出水面 所以就趕快下去揪他才避免悲劇發生 接下來就是拍過無數經典動作片的成龍 雖然說他是號稱不用替身的動作片演員 但是難免還是會有出意外的時候 在警察故事的拍攝過程中 有一幕是他從七樓高的地方 跳到百貨公司中間的常駐往下滑的片段 這一幕他竟然沒有任何安全措施耶 所以下去之後他的手掌整個三度燙傷 而且骨盆還撞到整個脫臼 然後第七跟第八個被追骨還碎裂 但是呢他竟然還站起來繼續打耶 真的是太誇張了 如果你們有看過成龍的電影的話 應該就會看到電影後面有很多幕後畫面 會發現成龍在拍戲的時候真的是很常受傷 我只能說他真的是太薄命演出了 而且他就是受傷之後還會就是馬上站起來繼續打 好啦今天最後一位就是世界最性感的光頭 傑森史塔森 在拍《遇險任務3》的時候 因為他開著卡車突然煞車失靈 結果竟然連人帶車一起從七層龍的高度衝進海裡 不過幸好因為車子的門因為拍攝的關係 所以駕駛座的車門整個被拆掉 這也讓他再掉進海裡面之後 可以直接從車子裡面掙脫出來 然後浮出水面 好險他自己超會潛水也很會游泳 而且還當過英國國家的跳水隊成員 所以在墜海之後還可以這樣不慌不忙的自己游出來 而且在事後在接受訪問的時候 自己還把這件事情說得很幽默風趣 他說這種時候就可以看到誰是你的真朋友 在那時候 Jimmy 你真的懂得知道誰是你的朋友 我會掉進海裡 我還沒遇到傑森 我還不相信 你幾乎死了 我還要來救你 我還說你也要 我還說你也要 我還要出門 我還要出門 誰是他 我還坐在車子裡 跟他的手機上 就這樣說 傑森 傑森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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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在這邊真的要給演員們一個滿滿的尊重 希望演員們在拍攝的時候都可以注意自己的安全 這樣才可以拍更多電影給大家看啊 好啦 喜歡今天的影片幫我記得訂閱按讚加分享 然後記得訂閱我的個人頻道 還有追蹤我的IG抽電影片喔 那我們下次見啦 掰掰 再見 嘿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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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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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